印尼原定要在明年2月选举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 当局依然不为所动 没有准备 甚至还传出要挪后选举的建议 对此印尼上议院议长丹邦今天表示 印尼必须讨论在发生自然灾害 战争或爆发流行病时期 如何推迟选举的方法 因为这非常重要 印尼议会今天召开新一期的议会 挪后选举在印尼是个棘手的课题 印尼目前没有推迟选举的框架 因此一些政治人物呼吁修宪 允许推迟选举 而坊间也不断流传 印尼政府将推迟选举的消息 好让现任总统佐科威 在明年结束第二个任期之后 继续掌权 但是佐科威多次否认他想留任 请不吝点赞订阅